Nexus 11 基于时间戳的 传材生管理 怎么来去 prevent 一个 deadlock 发现一个 deadlock 并且解决它 要么来去使用一种 deadlock free 的 schedule 三种检测 deadlock的方式 第一种 测量 transaction 的期止时间 如果超过了一个预值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 deadlock wait for deadlock 就是 如果transaction 1 要等的transaction 2 unlock一个东西 transaction 1 才能访问 那么就是要写一个transaction 1 wait for transaction 2 如果这个图里有一个环 就相当于他们要相互等着对方解锁 就变成了一个 deadlock 基于时间戳 based 对 基于时间戳怎么来检测 deadlock呢 就是每一个产生一出现的时候 第一次出现 我就把它的时间记下来给你一个 unique的一个 integer 的时间 我们在实际在 deadlock 剪 在实际实验处检测 deadlock 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在就如果你重新开始的时候 它的实验处是不变的 它有两种检验并且修复这个实验处的这种方法 第一种叫wait die 第二种叫wound wake 这两种方法的共性是都是这个新的这个年轻的那个transaction 带 他们俩不同的点在于他们还有一点相同的点就是他们都是这个有一个transaction 就是要等着另一个transaction 就他们有一个想要访问他另一个要lock的一个关系 但他们俩不同的点在于wait die 是说原来的这个是老的一个transaction已经要已经站着这个item了 已经就是lock的这个item了 之后新的transaction要去访问他 就以这个item就被老的hold的这个item 那么新的item就要带 那么wound weight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老的item 它就是现在一个新的item 已经对一个variable有一个锁 但是老的item它需要访问这个锁 那么新的还是带 不管新的直接揉摆 对 这就是它基于时间戳的这个怎么来去检测这个deadlock 像我们接下来是来讲为什么wound weight是walks 就是因为它最后因为老的那个transaction一结束 那么剩下的就可以变成第二个老的 所以说它就最终这些老的都会结束 所以说wound weight是walks 这个deadlock the preparation enforce the dialogue free schedules 它也会用时间戳 但是它老说后面讲 它的basic idea 时间戳为什么能够去保证这个 就serial schedule 和它为什么有一个serializable的一个 就是serial transactions so that the effects are the same as executing these transactions simultaneously 它的意思就是 因为你那个时间两个transaction不能同时发生在一个时间 那么你就可以下设一个transaction 非常快的时间发生完了 那么它的时间点上有稍微一点点的不同 所以说就是t starts t2 starts t3 starts t4 starts 就是它可以保证一个every time everything starts a different way 基于时间戳的这个scheduler 它这个scheduler能干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给予一个request 另一件事情是放弃一个transaction 要么是delay一个transaction 基于就是我给你锁你可以去 abortic transaction就是我要把你roll back delay a transaction就是说你得等着我的lock结束了之后你才能开始 time snap 就是如果ts1ts1te小于tst2 那么就说明t1比t2开始的早 也就是老 我们会在一个restart之后开始一个新的事情 说这个在跟dialog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会记录更多的东西叫bookkeeping 我们会记录你对于x这个变量的read time 对于x这个time的write time 那么它的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对于x变量的read和write time是0 我写了一个x那么readt2写了x那么就是x的read time是2 x的write time还是0 这个read time现在是变成1了他就我我不要记后面的我只要记这个第一个的 就这个他就是你不能用新的来去覆盖 你不能用更早的一个就是说按我们后面来讲的来讲这个t1啊就是要被roll back 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transaction要写这个variable 你不你只能写你就是你不能先于他来写 就是你不能够写他之后的东西 就是说你ts1代表的是1这个时刻 但是你写你这个变量的写的时间是在后面在后面的transaction给写了 所以说你就相当于你这个超前了就不行 t1他超前了 那么关于那他的t3是3是不是他的read time就写成3了 然后这个t2就写了x写了x前面都是读嘛 现在把这个写的变成了这个啊 那么关于这个read request就是如果t1要去读一个atom 就我刚刚说的我要abort并且restartt1 如果他的write time要比这个start time the timestamp要大的时候 就是说就这一点我刚刚讲的不是很明确 就是这个不需要rollback 因为这前面是read time 他不是write time 他这个只不过是说 我在那个read的时候有一个规矩 就是说我只要寄那个比他 就这个时间出的这个值只能变大不能变小 这个很理解时间只能越过对吧 越往后这个数是越大的对吧 这个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这个关于read request我要 这个read request他不能他的这个ts t1不能够比这个wtx要小 还必须要比他大 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读后面的 写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写后面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去rt0wt 一开始都是0 read item x 把rt变成1 然后非datable separation不变 read item t2 read item y 就是把y给他 他这个时间变成2 非datable separation不变 read item 2 这个变成2 read item t1 必须要roll back t1 因为t1 的时间冲是1 而read item y 是这个时间冲是2 所以说他要roll back t1 我不能够让一个更小的一个 这个时间冲来去 改变后面要已经确定要写的这些字 就他不能够读后面要被写的字 那么我就把t1的时间冲变成了3 变成了新的时间冲 变成了新的时间冲之后 我就把这个下一个read item x 他把3放进去 把3放进去之后 非datable separation不变 这个read item y 是 把read那个y变成3 非datable separation是不变的 read item y 就是把read变成2 关于这个example2 我们要 这个 假设 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 基于时间冲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就 先假设t1 就先开始 然后t1的三行结束了 t2的三行就结束了 我们假设 我们先开始 t2 t2先开始了 t2如果我们先开始了 我们现在这两个printer 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t2走一个read item y 那么 这个 t1 就是read item y 就说明他已经 他已经 这个 读了一个 t1的一个值 因为这个atm y是 这个 他读的这个值是 刚刚被t1写的 我 我在走t1的时候 read item y 他要想把wide的那个时间戳 给他 他要想把wide的那个时间戳 他一开始是1嘛 但wide的现在的right的时间戳已经是2了 所以说他的时间戳要 就是要roadback t1 他不能够去读未来要被写的那些东西 那么 因为t1被读了之后 t2由于他read item x了 所以他就会导致一个cascading roadback 这就叫dirty read 所以说这样就不好 那么 如果我们说 我们已经 还是同样的 这两个指针都已经指到了这里 那么 我 我先从 我 再走了一个 在t1里面read item y 我如果在t1里面read item y了之后 他 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 t1是不是还是被roadback roadback了之后我们发现什么情况 这样t1是不是变成了3 对吧 t1的时间戳变成了3 那么 我们再去read item x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 这个read的时候 他是不是想要把 他的那个 x的那个时间戳 read的那个时间戳变成 就是他现在是2 但这个已经有了一个3 所以2小于3 我不能够read的未来要被写的那些东西 所以说 我就要把2给roadback 更成4 就更成4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之前最开始的那个状态 两个都已经走到了这里 然后这个是比他小一个单位 所以说就回来了 这个过程呢叫starvision starvision就是 就是两个都在不停的这个就是你roadback 我在roadback 然后你roadback 我在roadback 就是cascadingroadback 还是就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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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结束 所以说我们要在一个 time-snap的base的里面 我们要加入一个strict的元素怎么加呢 我们就需要拒绝 去延迟read或者ride request into the youngest transaction who wrote before x is committed or bought 那就是说 这个想开始 这个必须结束 这个想开始 这个必须结束 因为它是 它想开始 它之前最youngest的就是它 所以说 对就是这样的意思 time-snaping和logging的优点和缺点 它们的空间上的占据是差不多的 因为logging要去管理这个log logging要管理这个lock 这个timing-snap要记录这个时间 那么一个是time-snaping是一个optimistic的 就是你们就做 反正你们要做错了 我还可以给你回去 对吧 我就给你roll back 但deadlock呢 它就是比较保守的 就是说你必须要辅安定规矩来 必须要等 那么它都有一些issue locking可能会导致deadlock锁得太紧了 那么这个time-snap的就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star vision 我们通常情况下是 在于那种transaction之间变量交互不是很大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用这个time-snaping 因为大家都很自由 但是如果是这个交互很大 就是说看你读的这个读写的次数 读写 主要看你写 对于同样的那个变量写的次数有多少 如果全是读的话 那么time-snaping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通常我们一个传统就是time-snaping是指读的 那么locking是用来读还有写的 好